今天讲第一个题目就是说这个草物保险能买不买得过呢,有点文章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虽然大家未必会想着买这个草物保险,但是听多一件事 有时带小朋友和小狗去街上跟另外一些狗主聊天,又可以多一个话题 因为我常常下街见到一些暗色的,可能都是住在一个区 狗和狗之间玩,但是狗主又可以聊聊天,已经差不多熟了 近年越来越多人开始自养这个宠物,保险公司看准这个需求 开始销售宠物的保险 除了传统的保险公司提出这个宠物保险之外,还有虚拟的保险公司加入这个市场 虚拟的意思是在电脑上可以在网上购买这些保险 开始专营以宠物保险为主的保险产品 我不说那间公司的名字,因为免得帮他买广告 有一间专营的网上虚拟保险公司 他们打算为你的毛鞋买保险 狗只买保险,究竟有什么注意事项 有别于一般所认知的医疗保险 嬰儿可以在未出生前就已经开始买保险 和可以开始投保到终身 比如说自愿医保保证投保到终身 草物保险对于年龄上的限制较多 大部分市面上的产品对于投保年龄有上限和下限 不少保险公司都要求那只毛鞋最少半个月大才可以买保险 最高年龄是8岁 大部分的草物保险注明可以投保到终身 但有部分未有提及 因此投保的时候就要多加注意 市面上的草物保险主要是以猫狗为主 所以刚才他一直说的毛鞋 就是猫和狗 因此并非所有的宠物都可以接受 比如你家里养的猪的 或者养的鸟仔、金鱼的那些是没有的 你不要刺心妄想以为那些有 但由于毛鞋的品种是不同的 医疗费用差异对于补费也会有影响 因此在报价时间 一定要输入正确的品种 同时也是投保医疗保险 类似的 草物保障也要求毛鞋需要符合 约干资格才能够修补 例如已经植入了晶片 接种疫苗 同时要求毛鞋不能作任何商业用途 甚至要求进行身体检查 同时随着毛鞋的年纪增加 身体状况不同 保险公司也会相应调整保费 草物保险大多属于general insurance 即一般普遍性保险的保障范围 因此都是毛鞋主人 先支付再索尝 不少的专营 草物保险公司 已经在网上提供了一站式的报价服务 包括了不同的计划 清楚列出了保障范围等等 甚至有部分提供网上即时对话的服务 甚至在赔偿的时候 填写网上的表格 因此投保人可以考虑直接透过网上的平台购买 保险产品差异有大小 有个差异在 和我们购买的保险产品类似 这个宠物保险也设有等候期 例如28日之后所发生的意外或疾病 才可以提出申索 同时对于在投保前已经存在或发生的状态 都不会受保 无限医保大多不包括身体检查 接种疫苗的费用 主要是用于应付日常医疗开支之用 我所知有些人的猫狗真是看医生看得很密 你可以考虑 同时对于因为疏忽或者人为引发的病症是不会受保的 例如你经常给他吃一些很咸的东西 令到他有毛、生枝等等 这些人为的 在选择这个宠物保险的时候 要留意受保项目的上限 比如毛鞋的父母要考虑到7万元以上限 是否能够足够你平时看医生的费用呢 另外共同保险 亦都是这个宠物保险常见的条款 即是说毛鞋需要承担一定8%的医疗费用 8分比较高的代表 自费的8分比例是高的 随着毛鞋的年龄增长 需要自费的8分比也随之上升 比如说9岁前投保要自负41%的费用 同时这个8分比只限于赔偿的金价上限里面的费用 如果费用是超过上限的时候 投保人仍然要支付全数的费用 在4岁前投保一份上限5万元的保险 无限如果做一次手术的费用是7万元 那我宠物主人需要自负的费用是3万元 上限是5万元 然后是0.2共同保险加超额2万元 由于宠物保险仍然是一个新兴的保险市场 不同的产品差异性亦不少 包括了等候期的长短 这些你要注意 等候期的长短、保障的范围 可以补的年纪也有不同 因此在购买前 必须要了解这些详情可以保障的内容 亦都需要问到专业人士 包括给自己大家有一个idea 讲开保险 我们讲下 购买医保要留意些什么 如果考虑医疗保险需要留意的重点 好像以下 第一就是保障地域 越阔越好 保费当然越阔越高 各位需要考虑到将来你居住的地方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移民 会不会涵盖香港以外的地区 最好选择一些 扩充保障地域的计划 有很多医疗保险计划 有居留地改变的限制条款 比如说你在香港住 会保你 如果你移民去其他地方 就算是全球保障也好 当你居住所有改变时 保单可能出现一些限制 甚至乎需要支付付加费 第二就是受保障年期 最起码达到100岁或终身保障 第三就是保障逐保 是不受索偿记录影响的 就是说你之前拿过这个保险金 已经索偿了 计算一下 应该是不需要受到这个 索偿记录的影响 这样为之好 另外 不会被针对需要要交付加费 即是任何情况下 逐保费是跟同年龄健康正常的投保人 逐保费完全一致 第五就是 只选择各项保障利益 没有每一宗病症上限的医疗保险计划 很多重大的急病都可以透过治疗 变成一个慢性的长期病患 面对这些情况时 你的医疗保险 能够与你的病共存 提供足够保障才是保险作用 第六就是除了 认识保障上限 如何有效运用之外 针对治疗需要的开支 能够覆盖的比例越高越好 第七就是满足上述要求 要看自己承担保费的能力 知道你今天要看的保费表 每一年都会调整 基于三大理由 第一就是年龄的增长 第二就是医疗的通胀 第三就是供求的问题 另外就是差距 为什么会这么大呢 保险公司的营运手法 就是关键所在 众所周知 索偿的赔偿 引起最多的热议 争议 在追逐新业绩 大过天的企业文化 即保险行业 保费将会加多少 并非即时要面对问题 这个交给产品设计部门去处理 企业不断推出新的医疗保险计划 去吸引新的投保人 通常医疗保险接纳新的投保人 必须经过核保阶段 有很多机制确保 受保人健康 起码未来三年至四年 不会有机会索偿 在这个角度的评估选医疗保险 要考虑的关键是过去10年医疗保费上升的幅度 如果规限于8-10%较为合理 近年有很多保险公司推出隆隆种种 抗衡滥用医保设施 投保医疗保险管理系统配合个人资讯系统 成立个人健康管理程式 推动了有纪律健康生活模式 鼓励持久达到票的投保人 逐保保费折扣 成就最大推动力的因素 如果能够配合更多正确的健康资讯 普及治疗需要的认知 对于控制医疗保险的费用增长 是绝对有帮助的 这个和大家第一部分 生活八科讲了有关保险的资讯 我们现在去到心里 不再让你孤单 阿沙陪你 娱乐欢笑人间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ne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Woo Hoo Woo 好